注意看,这辆车正在喷出一种可怕的毒气 一个不小心吸入体内 就会在三秒内口吐白沫 五秒后便没了气息 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毒气的厉害 还在那边拍照发朋友圈 而这张照片也成为了他们的遗照 没多久毒气已经笼罩了半个城市 人们在慌忙地逃窜 一个落后就会被毒气淹没 男人名叫小帅 他赶紧呼吁大家往楼上跑 可自己的侄子却说妈妈不见了 原来他的妈妈打算开车逃跑 等他回头一看 毒气已经追过来了 他赶紧下车 却不小心摔倒吸入了毒气 男人赶紧过去将他背了起来 虽然动作迅速 但他已经受到了毒气的侵蚀 一家人手忙脚乱地进行抢救 好在小帅和小美制作了简易担架 他们赶紧往楼上跑 可是楼顶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经理这才想起来 钥匙还在一楼放着 而此时毒气已经进入了酒店 下去取已经是不可能了 未经之计只有从门外开门了 小帅和小美赶忙来到楼下 小帅准备先跳到对面 然后爬到天台上再掉回来 从楼顶外面开门 说干就干 小帅开始砸玻璃 可是玻璃太厚了他根本砸不碎 他又试了几次 最后使用扔飞饼的方式 旋转720度后向外抛出 玻璃硬生而碎 小帅找来一捆绳子 一头固定在腰上 另一头绑在房间的柱子上 换上运动鞋正准备出发 他的父亲却在这时候赶过来 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冒险 小帅没有说话 这时妈妈也过来了 小帅明白再这么下去 大家都得完蛋 趁大火不注意 一个冲刺跑向对面的大楼 好在小帅抓住了 差点就要掉下去了 可是房间里的爸爸着急了 他们赶忙去拉绳子 殊不知这样更危险 小帅赶忙大声呼喊 他们才慢慢松开了绳子 这时小帅的侄子跑过来 对着小帅一顿鼓励 而他也像打了鸡血似的 一下子就爬上去了 还没来得及休息 他先观察了一下路线 然后把一根钢管丢了上去 小美此时意识到了什么 跑回房间找了一些东西 然后丢给了他 小帅打开一看 一个锁扣 还有两盒粉笔 看来还是小美了解他 他先将粉笔倒在布上 一同乱彩采成粉末 简易的防滑粉就做成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小帅出发了 这个男人一声大吼 只见跳到了对面的大楼 还好抓住了一根柱子 他将绳子缠在柱子上 慢慢地向上移动 可是绳子根本不够长 男人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弃掉了安全绳 这下他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 眼看终点在望 男人却突然想到 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和现在一模一样 当时是以失败告终 而这一次 他一鼓作气 好在有惊无险地成功了 小帅并不是在玩极限游戏 而是城市出现大量毒气 为了生存 人类必须往高处爬 小帅赶紧打开房门 把里面的人都给放了出来 所有人刚刚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父亲更是警告他 不许再做这种事 这时直升机从他们头顶飞过 他们连忙呼喊 可声音根本传不上去 这时小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让大家打开闪光灯 朝着直升机方向挥舞 两个小伙还找来音响 拼命地闹出动静 来引起直升机的注意 小美甚至找到灯牌电源 透过控制开关来求救 好在直升机终于发现了他们 他们都得救了 就在还有两个人的时候 直升机却显示即将超载 眼下只能再近一人 小帅和小美开始谦让起来 里头的老爷子还嚷嚷着 要给年轻人腾出点位置 就在他们争执不休的情况下 小美挣脱了小帅的手 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 小帅被她的举动愣住了 随即也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她推开了家人 选择留下来陪伴小美 直升机飞走后 小美躲在一旁偷偷哭泣 这种情况谁又不想走呢 很快一辆直升机又过来了 但是朝另一座大楼飞过去了 因为那里的人更多 只有楼层越高越容易被发现 看着毒气逐渐上升 他们决定前往更高的大楼 他们先是来到楼下 收拾了一些绳子和必要品 随后换上防护服 往更高的地方跑去 等他们到了楼底 毒气已经蔓延到这里了 小帅看了一下倒计时 过滤网的有效期快到了 他赶紧给自己换上 然后推开小美跑了下去 果然这时候男人靠不住 毒气还在继续往上涨 小美只能脱掉手套 继续往高处爬 好不容易爬上来后 小帅却从背后的楼梯上来了 原来刚刚他是给小美找过滤网去了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健身房 里面已经没有人在了 他们打开风扇 挥舞着让身上的毒气吹散 随后打开窗户 十多米的间距想要跳过去有点难 于是他们利用绳子绑住哑银 往对面楼层丢 一个 两个 三个 随后又递来一个更大的 小帅试了试 放弃了 固定好绳子后 小美第一个爬过去了 就当小帅准备爬过去的时候 小美身旁的烟囱冒起了毒气 小帅只得缩了回去 毒气瞬间蔓延开来 小美想要后退 可是腰间还挂着绳子 如果松开 小帅就过不来了 如果不松开 自己就会吸入毒气 他该如何抉择 一个哑铃从毒物中飞出 落在了女人脚边 下一秒 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沿着绳子爬了过来 原来 他们的城市被毒气入侵 未经之际只有爬上高楼 等待直升机的救援 二人来到一个顶楼菜市场 这里有很多人形广告牌 他们将广告牌集中在一起 假装有很多人 然后朝空中呼救 很快有直升机发现了他们 而这时二人发现 对面的楼里有群学生被困住 相比之下 学生们更需要这次救援 二人将人形牌放倒 然后躺在地上伸出双手 一个箭头帮助直升机 确定了孩子们的位置 还没等他们松了口气 不远处的加油站发生了爆炸 独物翻涌 他们必须继续往上爬了 很快 一家无人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开启了现场直播 所有人都被紧张刺激的氛围吸引了 他们开始为二人加油打气 翻过一个又一个的楼顶 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塔吊之上 只要到那里 就能确保万无一失了 可是接下来最大的难题来了 前方已经没有路了 他们来到另一侧 这边都是更低的楼层 一路跟随的无人机也没电坠毁了 直播被迫中断 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 看着整座城市被毒物包裹 小美瘫坐在地上哭喊着 小帅更是绝望地打滚 就在这时 一架无人机升起 然后两架 三架 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会聚在上空 原来人们看到直播 自发奋勇地前来帮助他们 他们利用无人机 压低了毒物的高度 给他们争取了逃生的时间 紧接着又一辆无人机出现在身后 小帅朝他招手 无人机飞了过来 他在地上作画 无人机点头表示明白 随后将绳子系在了无人机上 飞到对面套住了水管 小帅这边拽紧绳子 一条逃生通道搭好了 他跟小美倒数 两人一跃而下 沿着绳子滑向对岸 却不料到半空卡注冻了 眼见绳索即将脱落 小美取出剪刀剪断绳索 利用惯性想要荡过去 不料绳索却突然脱落 二人就这么掉了下去 直升机也飞到他们所在上空 一番搜寻后并没有发现什么踪迹 就在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塔吊上点点星光亮起 原来小帅他们已经成功爬到了塔吊上 并点燃仙女棒 朝着直升机挥舞 他们也因此成功获救了 事后 小帅把锁扣还给小美 小美却没有接过来 因为经过这一次的相处 小美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她在为下次见面创造好了机会 天空也在这时下起了雨 毒气也在雨水的作用下慢慢消失 影片极限逃生到这里就结束了 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 愿各位持之以恒 都能收获甜甜的爱情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